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農民的秘密 農民的秘密 並不是一個被隱藏起來的秘密 而是一個公開的秘密 在台灣的家庭裡面 幾乎家家戶戶呢 都有一本農民曆 我手上的這本農民曆呢 是我們當地的農會 它所印刷出來的 農民曆裡面的內容是什麼呢 農民曆裡面的內容呢 是包含的就是一些 基本的種植的資料 資訊 還有就是呢 24節氣 24節氣裡面 每個節氣呢 它適合種植的蔬菜水果 甚至於農業方面的 一些重點 所謂的重點是什麼呢 就是說 什麼時節 它適合種什麼作物 什麼時節 它會有什麼樣的一個產物 我們中國的農民曆呢 它流傳已久 在種植方面來講 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參考 那如何去運用這個參考的資料呢 就在於每位農民 它對於24節氣的了解 再配合上它自己本身在種植上面的經驗 進行調整 那有些農民呢 他們在種植上面 已經釋出了自己最佳的一個秘訣 比如說 什麼時候種角白筍 是最好吃的 什麼時候種出來的角白筍 是最漂亮的 依據時節來說 一般來講 我們種植角白筍呢 會在清明節之後 清明節之後 是適合種植角白筍的時間 這是我舉的一個例子 那什麼時候的文旦最好吃呢 什麼時候種植的柚子 什麼時候種植的栗枝 什麼時候種植的某某某種果樹 或者某某某種菜 但是總結出了24節氣的一個自然的一個規律時節 在種植上面呢 就可以減少很多的損失 也可以增加避免災害的損害 所以呢 24節氣 對於種植方面 非常的重要 現在很多的農民 其實他們已經忘記了24節氣的運用 這是非常可惜的 今天我拍這個影片 是為了讓大家重新重視 24節氣的運用 不只是農民而已 在生活上面呢 也可以維持這個一個傳統的一個習俗 然後讓大家 能開心的過日子 如何開心的過日子呢 就是心懷對於自然 所賜於我們的心懷感激 這 就是 生活 開心的一個秘訣 也許你知道中國有24節氣的存在 大部分的人只知道節氣但不會應用 在水利灌溉系統不發達的地方 24節氣的農業應用尤其重要 農夫依據節氣來種植適合的作物 可以知道何時有雨水選擇在雨季種植 第一個節氣是立春 通常在2月初 這時春天開始了 氣溫也開始漸漸回暖 接下來的雨水節氣 預示著春天的雨水開始多起來 有利於農作物的生長 經哲則意味著蟲類開始蘇醒 清明節則是紀念祖先和掃墓的日子 接下來是夏天的節氣 包括立夏、小滿、芒仲、夏至、小鼠和大鼠 立夏是夏天的開始 這時候植物開始長高 天氣也變得更加炎熱 小滿則是指龍作物已經滿了歲 芒仲在泰灣 則是水稻進入古力充實期 夏至是夏天最長的一天 是一個古老的節日 端午節是每年農曆的5月5日 小鼠和大鼠是夏季最炎熱的時候 人們會吃清涼的食物和涼茶 秋天的節氣包括立秋、白露、秋風和寒露 立秋標誌著夏天結束 秋天開始 氣溫也開始下降 白露則是指植物的露水開始凌結成白色的霜 秋風則是秋天的中秋節 人們會吃月餅、賞月亮 並祈福好運 寒露標誌著氣溫開始降至冬天的準備 最後是冬天的節氣 包括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和大寒 立冬標誌著冬天的開始 天氣變得更加寒冷 小雪和大雪則是雪量開始增加的時候 民間習俗以此時進步 冬至是冬天最長的一天 人們會吃湯圓 小寒和大寒是冬季最寒冷的時候 人們會吃一些暖身的食物 如火鍋和熱湯 總體而言 24節氣代表了中華文化 人民的傳承不需遠古智慧 這些節氣也反映了中華的傳統文化和農業文明 並且在現代仍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在這個快節奏的現代社會 我們不要忘記傳承運用生存 並且感謝自然賦予我們的恩惠 歡迎點擊訂閱 謝謝收看